强烈台风塔拉斯 星期天横过日本西部的岗山鸟曲两个线 之后进入日本海北上 目前已经造成8人死亡 19人失踪 另外约90人受伤 日本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超过1300毫米 创历史新高 暴雨导致日本路空交通严重受阻 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停驶 数百架航班取消 不少地区豪雨沉灾 11万居民无电可用 日本自卫队已经出动救灾部队前往灾区救援 由于一些灾区消息中断 预计死亡人数和失踪人数还会增加 日本气象厅并警告 由于塔拉斯速度缓慢 未来将持续带来豪雨及强风 引发水灾及山体滑坡